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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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对我最大一个触动呢 就是一个炉啊 好好的就倒了 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的话 确实是触动很大 完整无缺 他们说2009年的这个流行语 就是说一个炉说我倒 我倒我倒真倒了 但是对你起到什么警醒 他呀你说这话就招慢了 因为现在网上普遍都不相信 官方给出的解释 说什么压力差 压力差说一边堆土一边挖钩 所以疼 但是他说出了这个事之后 他就找他的结构工程师 第一时间也做了研究 对 就是这个事情出完之后的话 对我来说很震惊啊 我就让我们的副总 我说是你赶紧搜集资料 到底什么原因 我们要借鉴这个 借鉴一下 到底什么 结果我们这个结构工程师 最后的原因呢 就说 说是一边挖土挖的多了 一边堆土高了 确实这个楼的什么设计结构 没问题吗 有个压力差 就给倒了 就是你们自己的工程师的调查 得出结论跟官方的这个 官方的这个结论 还没有公布的时候 我们的三四个结构工程师 给我的结论 就是这个结论 一开始呢 我就不太相信啊 而这样一个炉 因为压了一点土 就倒了 说是 这边在农村的房子都不用 他那给我说了个道理 我能够理解 就是一个柱子啊 高高的一个柱子 从上往上压的话 承受的力量是很大的 可是这个横向 有个力量的话 可能很小的力量 就会把它给先倒 这个不让 那什么意思啊 就在你干的楼里 我们要堆个十米高的土 也倒是吗 不不 你不要说我的楼 是吧 我也不会 一边堆了土高 一边呢 再挖个坑 它就会产生一个 这个方向的一个力 就是这个柱子和炉啊 从上往下压的话 事物的力量是会非常大的 对 就跟你人 在后面咱也不能允许这么容易 所以就 是不是还是他这庄子太细了呢 或者庄子这个材料 是个豆腐渣柱子 有没有这个因素呢 他在最后的检验的结果 不是豆腐杂 是吧 就这柱子完全是合 就就从设计和施工上来说 都是合理的 我也没有去现场看 可是我们要相信 相信专家 相信专家 专家现在经常被打分号 没有 仅次于开发商 那就按你说的这个 跟跟官方一致压力差 那你觉得这个是什么问题呢 是什么教训呢 我觉得就是施工的过程中 有可能是设计的过程中 如果是你设计这个炉房的时候 要跟整个周围的地下室停车库 要要在一起要在一起设计 设计完施工的时候也要在一起施工 别拿这个炉房的装修好了 马上要入住了 在旁边又折腾着开始挖 是吧 但是我在他博客里还见到他讲 这个上个世纪是八九十年代吗 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 在韩国也是一一连串的出这种 特别恶性的事件 就几百人就瞧他了 百货公司塌了 一死就死几百人 其实韩国才三千多万人 就在他大规模的城市建设之后 留下来了好多的隐患 中国是十三亿人 这个大规模的建设的量 比韩国当年建设的量是大得多 所以我们现在出现任何一个问题 无论是一个大炉着火也好 一个大炉塌也好 应该是广泛的讨论 是吧 怎么讨论都不为过的 千万不要呢 就是不让别人发表意见 讨论之后我们发现问题的话 马上去改 是吧 没错 这是人命关天的事情 是吧 另外呢就通过这些东西 就给大家一个安全感 是 而且是不是在这种急速 经济急速发展的过程当中 各国都有类似的事情 我们应该借鉴 你刚才说就是去年给你印象最深 是毒奶粉事件 我就记得这三粒奶粉出来的时候 其实当时我还有点意外 就是说 呃美国的报纸登了一个 就是说呃 他们的反应 这个反应就是说一百多年以前 我们纽约出的完全一模一样的毒奶粉事件 是死的人非常多呀 而且他们那个时候也就是说呃 媒体去调查了也不行 还是不就是铺光率也不够 然后呢也没有解决的办法 然后这个事情不断在发生 好像过了将近好好几十年才解决的 那当然后来也发明冰箱啊什么等等 这就是说他在一个激素发展过程当中 因为呃贪贪婪人的呃呃商人的贪婪 然后因为他们技术上的问题不过关 然后粗质烂照 这这种东西再加上一个不够透明的这么一个体质 会造成普遍的会出现这种非常恶劣的 你说这个我为什么咱本来聊帝王呢 我就跟你说这个人家记者就一查 咱是不是跑题了 哎没跑题啊 这就说到他的这个楼啊 他当年拿到这块地叫做妖标 嗯 你看你帝王你现在是举这标吗 他妖标 妖标后来这记者算大概是拿到这个地的价钱 每平方米才六百多块钱 而同期的公开招标的这个都接近两千块钱一平方米 那么你就在拿地的这个过程中 而且最后说这个公司是个官家的公司吗 也至少跟官家有各种各样关系的 那么这个事儿你有什么感想的 我觉得这个社会要安全 就是我们居住的安全食品的安全 要防止腐败最重要的是要把所有的事情放在阳光下 嗯 就是在这个土地交交易的过程中最好的办法就是挂牌 排卖 这种办法最好的 等到你招标的过程中啊 就可能给你搞个猫腻 嗯 标书上面设计一个猫腻什么东西 如果腰标的话 这就是一个半黑箱的交交易 那像这种公开 公开 这是不是公开 这就太公开了 所有的人都知道是吧 随举牌子 这个 在这样的情况下 对 就不存在腐败了 是吗 不存在腐败 我听说有些所谓的公开招标 其实都是走行尸 那背后也是有暗箱裁作 暗箱操作 表面上是给大家演一出戏啊 那演戏这样多的人 我也是演员是吧 在这里面十多家互腰子家举 谁举的价格高 谁就中了标了 在这时候中标的决定就是一秒钟 你举的高 敲一下锤子就可以了 结果在腰标的过程中 跟你谈谈谈一谈的话 塞个红包 什么东西就去 那不是这个过程呢 他是本身来的企业 他本来由于背景 自己整个呃 结构上就不同 所以有一句话叫 现在叫什么不差钱 是因为不差权嘛 嗯 就是说你有了权 就正就意味着 你就财大气酥 你就能有大的资金打败 你这是不是也是一种不平等啊 就起点上就不平等啊 这个是另外一个不平等 就是他的钱从哪来的 就在目前的环境中 作为一个私营企业 中小型的企业 要拿到银行贷款是非常困难的 拿到的话利率也会非常高 你要发个再什么都利率非常高 作为大型国营企业 拿款的话是非常容易的 咱们就撇开这个资金的来源 只是在招标的现场 我认为是最好的办法 最透明的办法 不会出现腐败 就在这个现场 这个现场 这个上面已经做到了公开 如果是咱们再生究你钱从哪来的 这就比较复杂了 但是呢你要这么讲 我还跟你说另一件事 就是你比如像任志强 就对我觉得对政府有微词 他说呢你们老说房价这个高 他不是地价高 对吧 那么地价是怎么弄高的呢 你比如说他打比方说说北京 这一下出来这么多帝王 他说你要这些地块同一天拍卖 就不会搞得这么高 你和他说有没有可能是你有关方面 哎放一个出来掉掉胃口 那当然政府也是可以理解的 他想增加土地收入吗 增加土地收益 所以过一段时间抛出一个让你们抢 让你们争最后弄高了 那弄弄弄高了 必然到最后房子的成本更加高 对对 任志强呢 我议的是政府和这些大国企 对任志强呢 最近一段是老增弄这个房价抬高了地价 还是第一价抬高了房价 你不同意吗 这个问题呢 不是说我不同意 就是哲学上有个问题啊 到底是鸡生了鸡生了蛋了 还是蛋服了鸡了 永远可以增弄下去 这个我觉得就是个蛋生鸡 鸡生鸡的关系 鸡和蛋是一回事了 那官商是一回事了 呃 就是房价和地价 就跟这个鸡生蛋蛋生鸡一样 再讨论三年 还是这个结论 还没有结论的 呃 可是呢 他说这个东西就是你老是一块一块的地 推着出来 人们就抢这一块地 放出来一个东西去抢 能不能集中的供应 我觉得一个是集中供应 第二个呢就是说呃 之所以出现帝王的泡沫是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就是土地供应少 物以稀为贵 别人去抢 第二个就钱太多 你银行上半年放出七万个亿 钱多 而且这钱呢又很集中 嗯 就留在国有企业的手里了 他就会抢 而且好像是没有限定的 可以不可以加一些这种政策上的限制呢 就鼓励你 每一个企业都有他的自主权 是吧 这个你 这个主力本能 对 这也是有一个问题 这方面他的本能也很强烈 是啊 所以 所以从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 又要了限制帝王 第一个是政府要增加土地的供应量 对 第二个呢就是让让这些资金 银行出的资金啊 能不能平等一点 公平一点 是吧 就各个行业都有 大型企业也有 小型小型企业也有 嗯 别让这个苦乐不肿 嗯 穷的穷的快死了 是 富的富的快乐死了 经常是汉的汉死 烙的烙死 是 咱们七下广告 腔腔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我给你念一段啊 不光是北京 这是个很奇怪说 呃这是夜谭的文章吧 说房地产只经历大半年的宏宽 调控煎熬 很快又落入一场春梦 这就是说这个广区门 呃广区路的地块 嗯 然后说呢 这个旗指北京 深圳上海等地的楼市 全部陷入疯狂之中 上海截止6月26号的一周 商品房均价创出每平米 一万六千八百元的天价 就是房荒啊 就是现在就闹房荒说 就卷土重来 呃这种传说 说上海的库存房 只能支撑一个多月 到时就会陷入无房可卖的窘况 这现在什么情况 有可能 因为前一段时间呢 是国家也在宏观调控 紧紧接着呢 碰到危机 房地产开发商 在 在那房地产行业的投资啊 是远远不足的 北京市 这我还是以北京为例 嗯 一到五月份的数字 房地产的投资下降了百分之五十 同比下降了百分之五十 下降那么多 下降那么多 嗯 就是盖房子吧 嗯 他的投资呢 下降了百分之五十 嗯 而且我我刚才有一个念头啊 就是说我还学着一个词 看这个这个有关的信息 叫租售比 嗯 说这个有一个租售 就是一个月的租金 嗯 比这个这个房子的总价 是吧 这叫租售比 就是租价和售价 和售价的相比呢 在国际公认的一个风险线 就是说一比二百五十的时候 嗯 就等于已经到了极限了 而现在北京这个租售比 已经到了一比三百 那这个概念 再我这么算一下呢 就是说等于你与其就是说买一栋房子 还不如租 不因为你得这个租金租了二十多年 才能就是说都不如你买这房子的价钱多 那我就想起来我一个朋友比如说就在考虑 就咱们这么大岁数的 比如说他要给他老母亲说七十岁了 比如七十多岁他要买一个房子养老 那他不是租呢 那他这钱就不会去买你这房子 对不对 他宁可租 因为就二十年老母亲住上二十年 对吧 杂老师 那这不是等于没人买这房子 杂老师 杂老师您这个判断真是非常专业的一个判断 嗯 就是咱们看一个城市一个国家的房地产市场 老拿说泡沫了过热了出什么东西 总有个尺子去衡量他吧 衡量他的绝不是房价 简单的用房价去衡量是不对的 简单的用租金去衡量也是不对的 就这个租售比 很重要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 只有用这一个指标衡量 这个房地产市场到底是不是过热了 是不是出现泡沫了 是是最专业的一个指标 对实际上他同样的道理 就跟股票市场一样 对衡量股票市场 他说这个股价高了低了 标准是什么 市盈率 啊 市盈率的经济含义 跟这个租售比啊 或者叫租金回报率的含义 是同样的 对 是同样的含义 因为人家用自己的辛苦钱来买房 他是要算计的 如果我买 远远不如我租核算 我干嘛要投了 那么就有这么句话 说一个城市 就你刚才讲这个警戒线 租售比如果超过一比二百五 一百二百五 那只二百五了 说超过二百五的话 足以下退大多数投资者 这什么意思 他这就是这个租金回报率啊 就会非常非常的低 因为他呢 为什么要买房子了 我就可以租房子啊 付的租金少啊 房子售价高啊 而且那次投资 买房是为了投资的 他就觉得我不值啊 买了我出租 那租金那么低 我干嘛呢 这就是衡量的持资 就是这个租售比 或者叫租金回报率啊 是衡量这个房子的持资 而在最近 差不多大半年的时间 像北京上海这些城市的租售比 发生的变化是非常大的 就这个一比二百五 可能就 可能就能朝一比三百 一比三百五 这个方法 甚至一比四百的盘都有 什么原因呢 就是整个中国的经济 还并不像房地产这样的火爆 你房价涨 租金的话没有涨 所以这个租售比的这个 这个数字 就二百五三百三百五 这个数字就大 所以我又想起原来 郎先平每次不断重复 他的一个观点 他就说中国就是这个制造业萎缩 这种实体经济萎缩 所以他们这么多资金干什么呢 去买房子 在说这个原因就使得这个房价 你永远也别想降下来 对 那你说这不是很危险吗 真的就说一个国家 就靠这个东西吗 这个经济啊 不是很大的问题 就个人体一样 他可能有心啊 有肺啊 有他的消化系统啊 有了各种各样系统促成的 这个如果是都比较弱 经济都比较弱 心脏也比较弱 肺也比较弱 肾脏各方面都比较弱 他也就凑合走了 突然有一个行业的话 就是火爆了 他还把别的就给累死了 是吧 对 他把别的都托死了 你那就想你的肺也不好 肾也不好 肾也不好 肝也不好 肝也不好 就这个心脏跳得快 是不是 啊 就开始跳着 别的周围都跟不上 没错 而呢 而呢 我们现在目前碰到的 我们去看 我刚从三西回来 一半的县 发不出工资的 你看看没有 百分之九十还在关照 沿海开放城市的工厂 马上就要倒闭了 这些功能呢 都不是很健康的 嗯 结果只有一个心脏 他棒棒棒的在跳 是吧 我只有一个习惯 上次你来做节目的时候 那时候房地产特别颓的时候 你还说要考虑到房地产业 是国家经济的支柱之一啊 对 就当就当这个器官快要死亡的时候 咱们要去救 哦 就是差不多了 要跟别的这些器官啊 要来匹配 你不匹配 你老发展的话 这可能不行 我明白的例子 我觉得是是这个道理 但是你刚才讲啊 就说这个成交量实际上是上升了 这种拿钱出来买房子的人 这个现在就很多 那么包括这些投资啊 他们有一个分析说是怕通货膨胀 嗯 有这个因素 觉得各国政府都花了这样多的钱 对对对 社会财富没有增加 这就很可能有一个通货膨胀的预期 就是说是不是怕咱们这个钱不值钱了 对 赶快换换房子换换 是有这个情况吗 有了这样一种想法的人是比较多的 但是你觉得这个通货膨胀的危险 是存在的 我觉得这跟病毒一样 已经迁入到身体里面去了 当然经济还不仅仅记的时候 显露不出来 当然经济如果是恢复的时候 这个通货膨胀 会来表露出来的 那要是你建议一下我们这样的人 现在也别把钱放银行是吗 所以应该赶快现在入市买房子 是不是这感觉 这个每一个家庭的财务状况都不一样 我不能在这地方给你 就说你去买房子别干别的 万一你亏了你就找我来了 比较麻烦 我看你倒敢跟国家这个家庭的财务状况看药方 国家的呢 我觉得就是下一步在发展过程中 还是要尽量让这些别的没有发展起来的行业 尤其是能够解决中国就业的这些行业 要让他们发展起来 让这银行的钱真正能够流到这些 中小型企业 可能财务报表做的也不好看的各方面 可是他是最需要钱的 特别需要在这时候冷静的反省 我觉得包括就是说 你不要看这次就是美国的经济危机是他们引起来的吗 就是他们华尔街的贪婪等等 他们可能好心办坏事 本来是想给穷人多降低贷款的门槛 结果最后引起这么大的一个泡沫 可是还是至少美国人里边 我觉得有一批人是在反响 包括奥巴马他们这种就是说 要扭转这种结构性的错误 你要把比如说环境的问题 解决新能源的问题 那就有可能他是在为下一轮的恢复之后 再创新再铺垫 对吧 虽然现在他受到了批评 这就是奥巴马的这个政策也放了很多钱 失业力还没有还没有降低 也觉得他可能失败了 但是所有这些批评的声音就是在不断在反省 这是特别重要 我觉得中国也是不要觉得我们的经济危机 还没有美国大 或者我们的责任不如他大 一定要听尽批评 在随时反省和调整 这特别重要 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那你这次抢这个帝王就没抢上 没抢上 你还想抢吗 啊 还是要积极参与吗 重在参与 是吧 不管参与什么 反正要要搅和上 要对 是不是现在对于房地产商来说 能拿到一块地 嗯 就必然大有可为啊 目前这行是 哎不见得 你如果是太泡沫多了的话 市场还会惩罚他做出来错误决定的 嗯 那这个40.6亿会受到惩罚吗 哎 这个 现在下结论的话还有点早 三年之后再看是吧 他的销售房子的时候 我看这个40.6亿的这个大地主吧 嗯 在答记者问的时候他说是 我们预计是每平方的价格三万块钱 嗯 如果如果在他销售时候达不到三万块钱 是呃 如果是要的非常低 他可能就会亏本的 哎呦 而且我觉得这个评价有两个方面 一个是从就是说他呃 呃成 就是从一个利润标准 他最后卖出去了这么高价 然后他的公司拿到了利润回报 得他就行了 成王败寇嘛 是吧 他从商业上成功 可是另一个评价 我不能说是道德的 还是什么 就是说一个大的开发商 他是有一定的社会义务 社会责任的 如果他带动了一个泡沫 带动了一个不好的把房价抬高了 整个周边的什么环境 什么大家的生活的那个就是呃 指数都高了 消费都高了的话 那是不是其实在这个意义上 他是坏的 就是他是 他其实是一个坏的榜样 这个官 这个我还以为有来一点回答 接下来为您播出 其实走向2010 他的这个余地啊是非常小的 最关键的这个行业能不能够呃 控制他 不要让他发生泡沫 是他的正常 正常 好 好